各位同學好 很快講講程式應該是怎樣寫的 關於臨水智能耕作的臨水程式 如果我們簡單一點 我們會用到兩個引腳 包括引腳0和引腳1 這個放得太細了 放大一點 引腳0和引腳1 引腳0就會讀取引腳0 引腳0就是插了濕度感應器 我們在這個位置 在下面 進階那裏引腳 讀取數位引腳0 如果讀取引腳0 如果發現濕度感應器是有水的話 如果濕度感應器有水的話 它就會顯示到0 如果沒有水的話就會顯示1 所以我們可以無限次重� 重複檢測是有水還是沒有水 再重複檢測是有水還是沒有水 加出無限次重複 然後用邏輯 然後減第二個 如果否則 如果 如果 數位引腳0的話 我們就是有水 如果是否則1 就是沒有水 你看到這個放不上去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條件 就是0或1 不是true或4 我們把它變成true或4 就是true或4 就是正或負 就是對或錯 我們就要用這個符號 好了 我們用這個放6個0 我們就把這個 數位引腳放在0這個位置 好了 我們就說 如果數位引腳 如果數位引腳0 即濕度感應器的位置 是0的話 0的話 剛才記得應該是有水的意思 我們就會顯示有水的符號 你喜歡畫什麼都好 我喜歡寫個水字 這樣 那就寫個水字 OK 寫個水字 好了 如果它是沒有水的話 否則 否則它是沒有水的話 它就會出現沒有水的符號 沒有水可能我們就寫個 靠叉下去 那就沒有水了 OK 要是有水又沒有水 這個純粹是檢測它有沒有水 好 我們先放在一邊 另外呢 我們就用到數位引腳1 數位引腳1 就是我們在這個位置 引腳 然後數位引腳 寫入數位引腳 它都是0的 我們先搬出來用 我們只要在這裡按一按 就選了1 之後我們控制 我這次就是控制數位引腳1 就不是讀取信號 是控制 是提供的信號給數位引腳1 好了 我們不如用一個最基本 就是我們自己給指定它去淋水 我們按輸入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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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例如想淋2秒就選擇2秒,想淋1秒就1秒,自己去選擇 淋2秒,然後要停,不是無限地淋 數位引腳1寫作0,即是按A鍵 按A鍵就會淋2秒,淋2秒就停,不淋水 假設我想按B鍵,可能按B鍵會不停淋水 按B鍵會不停淋水,按A鍵會不停淋水 按A鍵會不停淋水,數位引腳1寫入變成1 按A鍵會不停淋水,我都要找個鍵給它停止 按B鍵會不淋水 按B鍵會不停淋水 按B鍵會不停淋水,數位引腳1寫成0,不停淋水 這個就寫了一個手動淋水的程式 我們都想寫一個自動淋水的程式 自動淋水,它要無時無刻都要檢查有沒有水 這樣才去淋水 無時無刻我們是用哪個程式呢? 沒錯,就是用無限次重複 亦都是用無限次重複 亦都是用邏輯,if then else 如果是否則 一樣,同剛才一樣 如果是有水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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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叫它等下 有水遲些再檢查 有水之後 一秒之後檢查好嗎? 當然不好,那麼快再檢查 應該很快就用完水了 不如一個小時之後檢查 一個小時,即是幾多毫秒呢? 自己計算了 應該是360萬毫秒 360萬毫秒,即是一個小時 即是說,如果我發現它有水 那就等下,等一個小時 但如果我發現它是沒有水 否則,即是沒有水的話 沒有水就淋水 淋水就把上面A這個程式 又把它複製下來 它一次過不可以複製 它要逐個複製 把它複製下來 按A這個程式,即是淋水的程式 放回去 淋水之後,可不可以不停淋水嗎? 不好嗎? 所以我們又等多一個小時 再檢查一下 好,不停重複 去旁邊,有水 等一個小時 好,等一個小時之後 它又再判滅 有沒有水呢? 沒有水的話呢 它就淋水了 淋水又再等一個小時 又再判滅了 無限重複 整個程式就是這樣寫了